老徐说得真对啊 范主和咱们 朋友那是扯淡 无非就是一广的 只要有机会 随时随地 都会狠狠地咬咱们一口 黄天乔 我跟你讲啊 这个人的面子我不准备给 我倒要看看 他还怎么好意思上我们这个门 别去 不上门可不行 咱以后还得指他配合呢 这个人皮厚得要死 不是你看 是吗 我说什么呀 还真是 别动 我去 你不要太过急啊 你不要这么说 你怎么回事 你不想救你 我现在 我全部都问我 白天抓人 晚上送礼 有你们这么交朋友的吗 没有没有 全心没有做不起 那你们没有呀 那 算了 谁没犯过错 上楼吧 对不起 汪医生 白天及西前 我 非非常常地抱歉 老范不是我说你 你吧 人还不错 就是这脸变得太快 我是很难适应 汪医生 洗净变发得太快 我的脸也很难吸引 好 来吧 喝点茶吧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你跟那个刘明傅 有什么可谈的呀 她就是一个混迹江湖的骗子 前客 行行行行 结果王八蛋呢 已经在骗我 这样 差点出大事吧 对吗 今天要不是背后那几枪 你的美之子小姐 就这个了 是吗 开枪的也是个绿人 我看见了 英姿洒爽 帮帮帮 三枪 枪枪要命 太帅了 结果绿人 你的人心 我说你今天是来道歉的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职业习惯吗 你的职业习惯 张队 这也是我的职业习惯 喝茶 干啊 喝完 当时情况十分紧紧呀 一眼瞅着刘明傅劫持人质 就要得手 远处太过来一行小轿车 只见白小姐掏出手枪 对中了刘明傅 啪啪啪就是三枪 死了吧 她要是不死 我能怎么激动呢 死得好 死得太好了 这是为明傅还为我消灾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认识刘明傅 我听你们讲过的呀 那为你消什么灾啊 他一直在找你对不对 找你 你有灾吗 就是我有灾呀 对吧 那倒也是啊 你讲了那么长时间 喝口水 认认想着好了 不是烫死了啊 又是静国不让虚美啊 那一次陈丹凤一枪锁命 吴天良 这一次白小姐三枪棒棒棒棒 刘明傅 追杀刘明傅 想要像说书一样的呢 我打算战争结束以后啊 我就把这些资料啊 这些我都写成一本小说了 把要刘方百事 说你会有我吧 那当然了 真的 咱们这也得一袋子过 那当然了 这个 这个飞水不留外人天 胳膊子不能往外拐去了 一定要写我的 汪一向 请给我一次几杯 没法给 你都快把我逮起来了 我怎么给你机会 对了 今天你们刚走的时候 那个田老板还真来电话呢 他说了什么 我就没让他说话 那 你怎么说 我就说一句 这买卖我不干了 不干了 不干 怎么 怎么可以不干了 汪一笑 两边的佣金是个非常大的秀 我知道 佣金非常大 可我不能因为这佣金 我把自己小命丢了吧 可是在 在这个时候 你千千万万不要料挑剂 要我这词你还会啊 你还懂得要挑咱 我跟你说 我本不想料 是你逼得我挑不起 懂吗 不是 但是 可是 中国有句称语 万西俱备 极前东风 你是极前东风吧 我都快喝西北风了 汪医生 我告诉你个大秘密 不想听 再大的秘密我也不想听 我已经拿到毒品的药器 那怎么说 可以直接出货了 可以 那怎么说就是 可以跟田老板 完成这笔交易了是吗 然后 你的一大笔佣金 又到手了 你看 看来呀 这人哪 真是抵挡不住 金钱的优惑 不是 是胜利的喜悦 你 你 都是啥 王一小 王一小 你听 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谁在学校 你还听见啊 您看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老白 你刚刚黑眼你 你怎么了 此时此刻 我像是登上了山峰之殿 仿佛看见了东方 你看见什么了 铁片辉煌 金子 你等我 我小的那 你看见了 又跟田联系到一块去了 那你说你看到的是 鼠光 辉煌 辉煌 那个铁金子 那铁又不会有 辉煌的了对吧 睡觉吧 睡觉吧 奶奶刚刚掉上胃口 你就要睡觉了 是你掰了我的胃口 我说什么了 老派 还没睡呢吧 扎西扎 老瞿让我请你过去一趟 这样 我们要是教练 我正发冲没法躲开她呢 啥 来来来 我扶你 来来 还没看见灰黄的叫 把我甩掉的吧 瞧瞧要跑也跑得这么快的呢 我都跑得太狂了 你会让我来 你快递快 我可以让我来 你快递快 再来 我还是要多久 我都跑得太狠了 我都跑得太狠了 我还要走 我都跑得太狠了 我都跑得太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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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